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咱们今天的解盘 好大盘呢 今天我还是会讲的非常的简单明了啊 继续感恩节圣诞行情 纳指马上就要新高了 对吧 还有什么可纠结的呢 标普应该已经新高了吧 又是一个新高的行情 走得非常的缓慢 但是就是在往上涨 这就是Santa Rally的行情 所以呢 我们对这个市场 其实我们也讲了很长时间了 整体的观点非常的清晰 我们就是向上去看涨 在一个其他行情下 逐步的去往上去走高 肯定还是看涨啊 很多好的股票 比如说ARKK里面的一些产品 那还是我们继续看涨的一个 主要的方向吧 然后呢 英伟达呢 今天我是和我们的会员呢 就是说是在直播的时候 说是要离场的 这个纳斯达克是否从小盘股 完全的转向了 就是这些中小型的ARKK的 这些股票里面转向了科技股呢 我觉得还有待商榷 还要再观察一下 不是那么的乐观 今天半导体涨了9%啊 三倍的 可是呢 英伟达才只涨了0.4% 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些问题的 似乎英伟达不是市场最优的选择 很多好的其他的产品 也不错 我保留我对英伟达的观点 我觉得就很一般 不值得我们在这个现阶段来关注它 有更多的精力呢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特斯拉的行情 我觉得就蛮不错的 那特斯拉的这个行情呢 即将面临一个重要的压力点 360.75这个地方如果能突破的话 那就可以继续去挑战 400美金的这个价格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非常的乐观 那么我们的这个特斯拉大的转这个这个展示账户的话 现在已经是接近260%的年化了 反正这就是Yout Today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我前两天发了一个帖子 叫做美股这么好 为什么你还在亏损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帖子 到底是为什么 你可以呢去扫我们的这个二维码 来看来要一下这个帖子 为什么美股这么好 你还在亏损 然后我也总结了 我给大家分享了几条这个经验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 然后呢大盘还是继续看涨的 没有什么悬念 然后我依然还是看涨小盘股 ARKK呢 都不要说ARKK里面的股票 就单说ARKK 我觉得就非常漂亮 就是一个可以继续看涨的一个产品 我觉得这个主浪啊 可能才刚刚开始 还有得涨了 后续呢还是非常乐观的 看涨 好的 然后呢比特币呢 我觉得还得晃悠 这个高点这地方还得晃悠 可能还会再跌回到92000 然后走震荡 这个状态不好的话 搞不好还能再去到88000 嗯 短时间之内 我看这个比特币也想要突破 我感觉略有难度 略有难度 突破了这个98250 突破了98250 我觉得可以继续去向上做 向上做多 差不多是这么个情况 这就是大盘吧 我对纳斯达克的权重股 还是暂时保留一点观点 我觉得明天的节目呢 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可能会带着一些更 更明确的观点吧 今天先暂时就这个样子 重点的目标呢 还是应该放到这些中小盘的 这个股票上 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基于 之前讲的大盘的一个看涨 所以我们今天的日内表现的也不错 我们的小盘股是收获了645的利润 纳指呢 现在是800多的一个收益 我还有一些仓位呢 还没有平掉 暂时还拿一拿 但是我是把全部的这个止损设置到了2121.25 所以我肯定是保证的这个利润的这个状态 好吧 基本上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然后呢 你说这个节目呢 分享一个可以看涨的股票吧 我觉得就是Roblox 我觉得这个图还是很漂亮的 完全可以看5660这个地方 往新高这个地方走 算是我今天的节目 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小福利吧 然后周周12月6号的时候 12月6号的时候 沃恩老师有一场讲座 我们的沃恩老师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用XGPT炒腰股是怎么个做法 然后呢 如何把这个人工智能引入到超股里面 大家可以去扫这个码去报名 不是我讲啊 是沃恩老师来做这场讲座 12月6号 每冬下午的1点钟 好吧 那我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大家晚上愉快 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的节目呢 会跟大家来勾勒一下 纳斯达克的权重类的股票 到底是否稳定 今天呢 还有点说不太好 好 那么明天见 拜拜